大家好,歡迎來到新集的商場一刻 今天我們的特別嘉賓就是非常特別的Jack Mac 大家好 到現場三千 我們今天一樣是現場三千的 Jack上次的節目非常受歡迎 我們也開班了 挺好玩 好玩,因為這麼好玩又找你上來再做多集 好了,今天我們又來講這個 磁場數字什麼什麼學 除了這個,我沒有東西認識,不說這個,說什麼 好了,一開始呢 你可不可以先講一下耶穌嗎 是,因為都是根據你的劇本去講耶穌 最近呢,有講過 除了數字呢 其實名字原來也有影響 好 最近研究了全世界最TOP的五個YouTuber 大家知不知是哪幾個 其實他們為什麼會這麼TOP呢 跟名字有沒有關係呢 影響有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 不過,如果在一個名字那個 化了數字呢 就看到一些共通點 包括,雙嘴黑 都有這些共通點 其實名字很重要的 如果你看回聖經 神會直接出手就是 你要改名,以後叫做什麼 比如蘇羅以後叫做保羅 其實神都很白,很厲害 但是神都出現說 你要改名 你要改名 其實改名真的很重要 特別是這個猶太人呢 他對於改名是很緊張 中國人都很緊張 所以你發覺中國很多的 子女都叫做國強啊 家棟啊 那些名字 其實你想到是什麼 我真是軟荒啊 阿蘭啊 阿蘭 阿蘭 你的中文名叫什麼 不行啊 哈哈 這樣 好了,我們這個 相聚一刻 有什麼好東西 有什麼不好東西呢 首先說回那個 Top5的Youtuber 第一位就是那個小朋友 開箱那個 是的,叫Ryann 另外第二位叫做什麼 Beel Perfect 是幾個年輕人 不斷玩遊戲的 那第三個是一個 好像俄倫斯的小妹妹 第四、第五個 我都不記得了 那他們化了那些英文字 變了做數字呢 就發覺他們全部都一定有鬼 就是好像你那樣 一定有鬼 什麼叫有鬼 哦,就是 不要嚇我 不是 之前都有說過 鬼呢 就是會多變 就是不是真的ghost那種 是很多變化 還有是 變化摩擦 變化不定 這樣的 如果在名字裡 就表示他裡面 包含的東西 很多變化 如果在人生裡面 就是他會遇到很多 不同的經歷 那這些 Top5的 他都是有鬼 還有 第一個 他連生二千六百萬美金 這個小朋友 好像不夠十歲 大家知不知 美國No.1的YouTuber 是一個年輕人 是有小時候 就是什麼呢 他媽媽拿了 暖機的電話 他開那些玩具 那些開箱 叫做 所以在YouTube裡面 有一個環節叫做開箱 就是小朋友開玩具 然後他覺得 哇,很漂亮啊 這個玩具 然後竟然呢 就很多人看這個小朋友 就開箱他的玩具 然後呢 他就成為了整個 YouTube裡面 No.1的YouTuber 一年的年輕人 是說二千幾萬 二千六百萬 未見 未見 即是說 二億 或者一億幾 那樣 那個小朋友 其實呢 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都不好Q 又不是特別Cuty 不是特別帥仔 不是金頭髮 Esta除了反鏡 那個小朋友 都有點像的 你又沒見過我小時候 屬於有趣的 但有趣的 只變那些 小小Mexican 黑頭髮 黑暗精 那他的名字 化了出來 是有 生 伏 和鬼的 那 如果跟你這個相比呢 你是有兩個生 哦,是嗎 是,兩個生 那 有鬼呢 就是表示裡面的內容 是經常會多變 是啊 那生呢 就是有很多人 即是有貴人 有人緣 會很多人會進去Vision 是 開心的 還有會開心的 有兩個生 那所以和第一位那個Wion 是很接近 很像的 所以這個名字是很正的 是 是發夢那時候 其實我沒看過那些出卡通的 哦 其實本來是出日本卡通來的 雙著一刻 是啊 是嗎 但是我是不看電視的 所以我是不知道有一個出卡通 叫雙著一刻 然後然後有一晚發夢 因為那時候那個節目出嘛 那個節目改了幾天 改不了名字 那我突然有一晚 睡著了 然後不斷想說 雙著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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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雙著一刻 現在就想想 咦 原來是那個節目名 立刻打給台長 然後台長就說 蛤 天意難為 就叫做雙著一刻 他真的這樣說 他說天意難為 就改做雙著一刻 然後後來你才發現 原來日本卡通 但是這個名字 如果是在網台節目 就是在媒體那裡 這個名字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真的 雙著一小時 就是內容 不知道 就是跟數字那樣看 看快了數字 就是這樣 好厲害 第二位那個 叫做 Deal Perfect Deal Perfect 其實全部 我一開始 人家問我說的時候 我沒看過 這些節目 我哪會看 拆箱 玩具 你有沒有看過 來的都拆箱的 那我是YouTuber來的 我當然要看 OK 看他為什麼這麼吸引 第二那個 很奇怪 又是有生和鬼 但是這個什麼生 什麼鬼是什麼來的 是逆經 還是什麼 不是生了一個磁場 就是好像 譬如在數字上 見到你有生 就是你會很有人緣的 還有很多朋友生氣 這樣 這個肯定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超多朋友 我有 那有鬼就有很多變化 不是這個跟人無關 我現在是講個名字 想像一個名字 如果要講你的人 在電話那裡看 就不是在你的節目這個名字裡看 是 那第二位那個 Deal Perfect 都是有生 有鬼 還多了個殺 多了個殺 多了個殺 為什麼呢 殺 不是那種殺 那個是 表示 背後有多人說 的意思 多人會講這個 topic 去提 譬如歌雪萍之類 所以他的節目都很厲害 他連身都二千萬美金 唉 當然啦 這樣 那第三四五位 我都不記得了 拜都已經成 差不多二千萬美金一年的 他們那些 在Youtube OK啦 卡拉安姐夠用的 那最近 其實我這些 真的不懂 聽別人問 問到我才知道 又有一個叫KFK的 什麼未來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KFK這個 很厲害 為什麼人家問呢 他是一個來自二零六年 二零六零年的 未來人來的 他呢 就那時候的科技 可以回來 現在 就在二零一九年 出現 就不斷在網上答 人家問他問題 他又不斷回答 那他不是一個先知 他只是說 說回他的經歷 就是說回他從小時候到二零六零年 那時候 就是全世界發生的事情 那他說回很多事情 其實 因為他二零一九年已經說了 那現在看回是對的 你回到這裡 真的 不要說別人 OKOK 我也是其實想說KFK 這個字 那個名字也是好東西 又是這些東西 所以這麼紅 就是如果 你快點幫人改名字 你們問到我才是法律的名字 你們看一下 我都不會特地去台 遲一桌 你們沒有寫中文名字 不要緊 那個名字其實是5%的 喔5% OK 好了好了 我們又來 現在正式開始了 節目 可以開鏡了 開鏡了嗎 開了很久了 開了嗎 Sorry 現在來 現場嘉賓有3000 3000裡面 我們抽了這個 5個出來的 首先第一位 C君 C君的電話就是 9628 嘟嘟嘟嘟嘟嘟 9628 嘟嘟嘟嘟嘟 後面那個 你自己寫的 不會錯的 OK C君你問題是什麼 他直接問題 喔 即是就這樣說電話 對 即是說一下性格 這個人 是不是你跳仔 不是 這個我自己有很多問題 喔 解不了我 其實他呢 就很多朋友的應該 都很 即是那個 跟人際那個呢 都很多交往 不過 不深入的喔 不深入的 完全 去到某個位置就停了 不會深入 即是表面 吃飯 出去玩 喝茶 聊天 他很強行 不過就不深入的 特別跟家人 更加沒有話說 是 對不對 那 還有 他經常躲起來 情緒大起大落 即是宅男宅女來的 是 他又不是太宅的 不過他 你說他是很多朋友的人 但他好像 經常是不肯打開 你真的 不肯打開 很多情緒 其實他躲起來 起落 他在一個人 在家裡的時候 他直接起落很大 很不開心 嘩 一個人更壞 是啊 所以他經常會 都 如果有朋友 他都想出來見一下 但又沒有什麼 深入的聊天 即是開解不了他 總之見一下 是啊 那他不想有那種感覺 啊 那哪個號碼看到的 呃 開頭九六 就看到他躲起來孤獨 哦 那 呃 即是免得都說出來 是吧 中間有二八啊 三九這些 就是他 對著朋友的時候 就嘻嘻嘻嘻 你放心吧 就算人家抽到電話 他都不會聽的 如果你有這樣的性格 就算人家 又不聽 會聽的 因為我也有啊 九九八八我也有 他不給你真的一面而已 是啊 對啊 所以是很難跟他交通 我今天跟他認識了二十年 我們聊了很久 就是 換朋友啦 他不會跟你深入講 表面拉過就可以了 換朋友啦 這些人怎麼做 其實他很需要幫助 內心 他的情緒是令到他是有意的實現 嗯 所以 你說不跟他聊天 又不是很難的 嘻嘻 你認識這麼多 算了 哎 你的緣分 不其實呢 如果既然 是啊 如果是 有時候可能不能走 你親人呢 或者很熟呢 不能走啊 譬如是自己家人 那你想幫他呢 舉例 如果你想幫他呢 那麼其實 他是 需要內心 真是一個人 去關心 但是他又說不出口 沒錯 他又說 他立即跟你玩啊 玩啊 其實他很想跟你關心他的 但是他又說不出說 其實我 很不開心啊 我很需要內心有個位置啊之類 他又不會說的 但是如果你看得出 你要猜他 是啊 但是又猜不到 還要沒有人那時候說 不要有那麼多人在了 只是你跟他在一起那時候 其實我知道你呢 是不是有一點點不開心呢 想不想說一下呢 這樣 用不同的方法 我不知道你跟他有多熟 二十年了 他都說 二十幾年 熟一點可以直接一點 沒有那麼熟 就不行了 他會避 他會避 跟他聊了 有些人跟你問你 所以問你之後 聊了十五分鐘之後 再跟他 我跟你說了 你聽過十五分鐘的事情 就是他就是這樣 是啊 他就是這樣的人 是啊 有人是這樣 但是他完全是 他覺得自己一個台 就放在沙裡 是你好朋友來的嗎 是啊 認命啊你 有個這樣的好朋友 是啊 他自己很不開心 我知道 所以他家裡也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會罵他 好嗎 人家這麼不開心 你還罵他幹什麼 你越罵他都沒用 我不是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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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更加depressed 他這類要感動的 罵又沒用 即是你跟他說他 又聽不入耳 他有很多自己固有的觀念 是啊 其實在我們培訓的角度是這樣的 有些人是罵他會聽的 你罵他醒他就會改變的 有些人你就要給他 即是給他一些錢 這樣 即是你給他 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就給你這個獎品 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要大肆宣揚 哇 真的好聰明 但有些反過來 就是 你為什麼剛才公開這樣讚我 你真好可惡 但有些是怎樣 有一個用途 有一個做法是一定可以的 就是什麼呢 Teasing 譬如假設 假設我們兩姐弟 我幾位兩兄妹 他就很可惡 就經常洗完 你怕我兩父子 父女 這樣 然後呢 假設 他總之有些某些惡習 然後你跟他說 好心理 洗完碗放好 為了你跟媽媽說話 不要這麼挖雷脫 這樣 那他會說 沒有啊 哪有挖呢 你就是中挖 是不是這樣 但他一定會不認 但怎樣可以讓他認呢 就是假裝他 假裝他 我重複回去做的事 第二 那個人會笑到趴在那裡 因為他看過自己 但當我假裝他的時候 譬如我當時有個學生 他假裝他跟我媽媽的關係 他說 我見到我媽媽就想 然後呢 我說你很討厭你 他說不是啊 這樣也叫不是 然後我假裝這個動作 然後全場的人都笑 你這樣的動作都不叫我生氣是什麼呢 然後然後又怎樣呢 因為你這個動作呢 會令到對方 他會很好笑 當他很好笑的時候 他就會接受的了 所以你罵 沒有人喜歡被人罵的 嗯 大人、小孩、中、西方 沒有人喜歡被人罵的 是啊 我同意 是 罵他他不聽 好啦 我們這位還沒話說啊 沒有啊 那我們 move on to 第二位了 阿Lily 咦 這麼像 跟這個像啊 不是 都是鬼磁場的 那 阿Lily呢 30至35歲那時候 應該就很happy了 Lily OK Lily 那段時間 Happy叫OK OK 那之前呢 就可能是比較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比較平復 之前 之前比較平復 是 但是26至30歲那時候 那時候呢 就可能有頻復一點 比較頻復一點 那說回 如果這個 熊馬在這裡出現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講你的電話 你的身份證出現是怎樣 是不是 這個電話用了多久啊 十幾 哦 有沒有運行啊 OK啊 其實很多事情呢 就是 都過得到去的 雖然有時候很急 很 呃 就是 好像 噴噴噴噴啊 很急啊 還有 很快地處理的 有些事情 那起碼都還保持著工作啊 還有工作 是不是 OK 已經是很不錯啦 公司又很生意 這樣 但是會不會有時候呢 呃 有小小是非的背後 是非 呃 好翻點 應該是OK 好翻點 OK 好翻點 OK 呃 因為不同年紀又不同的 介不介意 那說你幾歲 對 3 3 OK 那過去那五年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是 很順利過度的 是 但是呢 再五年前呢 就應該有很多是非了 那時候 但是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無端端有些人會 呃 就是都沒有得罪他 肯是會有人說的 嗯 因為過去那五年呢 我只說三十至三十五呢 就是 走著大運 就算有幾不好的事情 在這段時間都沒有問題的 過了的 就是 就是好像 風水上次講過呢 那個人根本他條命好呢 那個風水那個地方 我猜差會沒有問題 是嗎 是 上一集不是說過 我最多二百多集 哦 sorry 是 那好了 那現在 如果三十五歲之後呢 直到 四十五 這段時間比較平復的 平復 沒有啊 看你平復就好啊 就是沒有什麼不好的 放心 但是呢 有一次又沒有過去那五年那麼順利的 過去那五年呢 應該 你剛剛過了 你應該過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 是 是 就算遇到問題呢 都自然解決 你不懂都有人幫 都是 但是可不可以說是 其實他 他好好運的時候 和不是太好運 其實不是差很遠 對他來說 就是有些人真的可以 大起大落很重要 是 但我聽你說其實 是沒有什麼 是 是 平淡就是事福 現在開始是 平淡 就 你不用擔心 沒有什麼壞事的了 可能又沒有什麼好事了 那如果你要 沒有什麼好事 沒有什麼壞事 如果你要好事 要自己爭取 就不會像過去那五年呢 是自動自己走過來 自己回來 就是你不爭取 都好像自己送過來的 現在呢 要自己爭取 那 就 我覺得 骨果不失了 接著就很好 就是 至少不會有起起落落 或者有損失 那些東西 給你一個機會 因為還有兩分鐘 Claudia Lily 有沒有什麼想問 沒有 OK 好了 這樣 有沒有什麼想問 還有兩分鐘 其實呢 數字呢 除了看她的身份證 看她的電話號碼 會不會也看地址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用號碼有關的 學生證號碼 沒有什麼的 因為你用一年而已 或者三四年而已 學生證號碼 學生證號碼 上次好像有說過車牌 車牌就是那輛車裡面發生的事 你說門牌就是那間屋裡面發生的事 但是很有趣的 原來車牌也真的有東西 譬如我們的好朋友 S君 她呢 她的車牌就是 我說什麼車牌也有東西 她的車牌就是 駕駛這輛車的人 這輛車是一輛Happy Car 我說 什麼有Unhappy Car 和Happy Car 她說Happy Car就是 這輛車會經常到處 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很多快樂的事情發生 還要載不同的人 對 還要多數晚上動 我說她那輛不是 她那輛天天夜夜都動的 夜晚多過日休息 S君 對 然後她說 不是的 有些人的車 譬如我的好朋友 Peter風 車是星期日才動 星期日都不動的 是帶一隻狗去健康院才會動的 還有有些人這輛車 永遠是公司的家 公司的家 跟玩無關的 所以她那輛是Happy Car 公司的家 公司的家有很多這些字 你叫什麼字 言字 言長的言 言年 我言年 即是跟事業有關的 噢 她說經常動的 那些跟伏有關 伏就是跟靈 但你這些字 言、伏、生、鬼 這是什麼系統來的 這是一個代名詞 我告訴你 譬如那個詞唱 譬如感情 為什麼要感情呢 那感情就是有關 就是 憑徒、兄弟姊妹之類 從逆經又不同 跟這個 這個即是不動 伏在這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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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即是很平均 那你正說有輛車 只有星期日才動 或者很少動 那號碼就是很多這些字 噢 可能是 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她的車法 好了 第一節呢 我們快樂的時間 斬眼睛過了 是不是20分鐘很快 不是嗎? 這麼快? 是呀 正說才說 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但是已經20分鐘過了 OK 那一會兒 看Youtube的朋友 OK 如果你想看我們 Part 2、Part 3 通常是Part 1 就這樣 那就快點加入我們商場台 那我們就 6月1日就交給了 OK 好 到這裡 暫時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